大家好 欢迎来到BBT解说三国沙国战 今天继续更新国战录像了 有微博的小伙伴 关注一下我左上角的微博 非常感谢 就不多说废话了 今天的录像走起了 先看第一局 主持者玩家在地 叫不露 斗杀 四五区的玩家 感谢他的录像 这边选将的话 肯定选太笨了 太笨这个组合 我个人是推荐选四血的 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选三血 我个人觉得四血虚报空间 更足一点 更好一点 生存能力更强一点 当然你非要选三血 也无所谓了 这边一号位 一号位可能更需要一些防具 或者是 加以马 对不对 这更好 这个手牌并不是特别好 这个人回合开始有技能 以暴露 卫鼠 当然你说你是个卫鼠 你去打四血 我就不能理解 卫鼠怎么也打不到四血 你要去忙 这个就很尴尬了 好 这边一个南蛮 放出来一个假许 这边大家纷纷出杀 无懈可击 都不掉血 都不掉血 对不对 这边假许呢 有可能非常恐怖 是不是 假许大嘴的话 咱们这个手牌就要爆炸了 就起飞了 好 这边仪在牢 好 仪在牢 注意他扔了一个决动 一个铁锁 也就说明他的手牌质量 非常之高 不然他是不会扔铁锁 对不对 你想他烂牌 他怎么可能会扔铁锁呢 这些手牌非常满意 其实大家打牌的时候 平时可以多看看别人的气牌 流牌 还有装备 其实是能读出一些小信息的 然后再结合着别的信息 可能分析出很多东西来 当然路人可能不会去想这么多 但是你们如果想提高 是可以做得更好 对不对 好 这边都没有动 然后借刀 把这刀挥过来 看家许怎么玩 家许借刀指六号 然后又去杀四号 然后去拆 把赛 拆掉一个万键 有点暴露啊 应该不是群 把市群 万一贾许是大嘴 你说万键放出来不挺好的吗 暴露了 有可能是无啊 好 这边贾许 当然乱武就乱得有点莫名其妙了 好 这个人直接杀这个 想让这个二号死啊 就有点像问这个卫群的意思啊 对吧 无数一般是不太希望 有人死的在贾许乱搞的时候 好 这边这一支笔 他去看了一下这个三号 看三号到底是干什么 好 咱们掉血了 而且这边对吧 对面还有一四五五啊 咱们更要开桃园了 当然这个三号 他到底能不能看读条 看出来二号是卫数 这就不知道了 路人这个认真看读条 人很少啊 好 诸葛亮 成像亮了 并不是你们想要的真鸡妹 看看他怎么搞 说去这个报复三号呢 还是去搞这个贾许 贾许乱武完就托管了 什么习惯啊 你说这乱武有啥用啊 七手瞎逼乱武 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人家差不多恢复恢复 你就等于白乱 乱武师要关键时候 一击必命的 是不是 这个三号也老实了 扔个酒 沾繁霜 这边去顺 不让顺 这个人 动杀鸡了 很可能 要不他顺一个 这个三血不卖的干什么 很可能是卫群 对不对 卫群就 这时候去搞 当然也有 丢丢可能是属 其实是属 他不应该搞这个六号 六号也有可能是属 更偏向于卫群一点 好 这边假许换装备 换装袖 啥也没有 继续托管 不要托管 假装自己是张鸟 独裁也可以 不要去托管 不是啥好习惯 这边 顿给忽悠过来 飞群 这里南蛮 咱们先留着 不要 不要放 南蛮是关键时候用的 对于乌果来说 南蛮也是好东西 尤其是四血乌果 你完全可以留在手里 一点不虚 对不对 这边他乐了三号 压制三号 无论是胃 无论是群 他都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冰凉寸断 冰柱 祝国亮给他冰柱 对吧 因为咱们 而且还挺配合 祝国亮 至少会感受到 咱们的友好 这个结束阶段有技能 是他自己的技能 貂蝉吗 还是 有人是这个 跃进 这个还得有待观察 或者说有跃进 什么坑场 这边这个九杀 继续动杀机 五号不是什么好鸟 这个果然是乌果 这个乌果流了一发万箭 没有乱放 是一个好乌果 就别人被打了 把他打成这样了 给他出来干了 跟你整什么没有用的 你不下回合还得干我 咱不知道他有没有周菜 有周菜的话 其实我是推荐 晾周菜的 因为晾周菜 别人不敢打你了 晾鲁醋 别人肯定打你 这边 他看过这个人去打 说明这个人肯定有队友 可能是群 这三号 不然他这么 拼命去搞三号干什么 好 那咱们继续杀这三号 肯定不杀鸣的 压制这个案 顺手 他扔了 其实这里可以考虑 留顺手 扔一张闪 可以考虑留一下顺手 因为有两张闪 好 这支笔 祝我亮还是决定看一下 确认一下 然后继续杀家学 乐不思蜀 给乐主 当然这个 也有可能是眼 是不是 你如果不单纯 从前面的分析 也有可能是眼 他在打家学 乐主 乐又没打掉血 乐主不上大眼 但是从前面的综合来分析 更可能是 对吧 群一点 桃子都扔了 那就应该是群吧 喂 扔桃子吗 二张 小二张 好吧 二张这里显了个响 可能怕被人打死吧 行吧 好像这个蜀国 蜀国有有诸葛样各种无脑干 他这个干的其实非常不好 这马超 因为说实话 二张在没亮亮之前是有50% 可能是蜀国的 好 二张已经这熊样了 反正就给帮自己的人 直见直见 是不是 肯定不会给三号 给八号是情理之中的 然后给四号一张 假许一看 哇塞 两个蜀国 不杀露宿了 他这里明显应该杀案子 但杀不了 这案子是个盾 这个人疯狂的 疯狂的对三号进行吁吁 继续砍 砍起来 其实这人啥都有可能 除了群以外 哇塞 又摸到一个AOE 继续留着 关键时候用 给他寒冰掉 他之前不是扔桃子了吗 藏水果 私藏水果 寒冰掉 卢素他不顾就不顾吧 随便吧 两个AOE留住 这个人非常的生气 666你不要玩 你被别人发现了 他打你是有原因的 耍大小姐脾气 可能是心理战法 也可能是真耍大小姐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也许有人会信 太怂气了 人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打你 对不对 他打你是有原因的 而且你起手还放过一个AOE 对不对 这都是各种 其实你分析一个人的身份 是用综合各种原因去 大哥你去看队友的牌干什么 你去看个别的牌不好吧 要去看队友的牌 马超不高兴了 开始骂 不要骂 虽然他不好 但是也不要骂 这人初拍技能 难道是群雄 还是张和 这边他去杀鼠了 这一个九火鲨 这边就群雄直接亮了 准备瘦人头了 没收掉 马超也要去了 去也去也 吴大师 他并没有读鲁大师 因为他觉得蜀国很多 他没有读鲁大师 鲁大师就拉了他一把 把这个八号的牌撸给 这个何太后 觉得八号一直 打群雄 非常的像蜀 然后八号直接亮了 表示我是魏国 我是魏国 不要乱来 不要乱来 这个特太后 已经丧病了 开始疯狂的毒 这个李连肯定是不高兴的 想去顺鲁素杀鲁素 但是没顺到 然后就去 只好去杀了马超 收一拨人头了 对不对 咱们很可能要按着 卖掉鲁素了 然后把这些人击杀掉 先看看牌吧 先看看摸什么牌吧 鲁素拿了个把 没有拿杀 哇塞 这么多AOE 他既然毒了 咱们很可能要出来了 因为手里这个牌 AOE 你这个留着 你就会被毒了 要扔好多牌 很亏啊 他这里直接放蓝 蛮想卖掉鲁素 然后再卖 只能这么着了 卖掉鲁素 先放AOE 把这个祝格亮 压到这个彩雪 当然这边没收掉 何太后一张牌啊 少了一张牌 但也无所谓了 这个人出牌阶段有技能 不是吴国啊 吴国没有出牌阶段有技能的 准备出来搞一锅了 然后要踢天行道 他剩一张 基本上拼过还是比较容易的 大K 手握大K 这边直接双杀 我个人这里 应该先放万箭啊 你看 要不然出来一个 这个司马懿买买题 是不是 你司马懿买题 配这样喝 你就很可能 打不死这个谁了 打不死这个卧龙了 你可识得此阵 你可识得此阵 好的 被打死了 看看司马懿还能不能活下去 司马懿也活不下去吗 司马懿有红吗 有桃子 桃子他就没有给这个谁赶了 再杀 继续杀 杀爆了 之前是二张的毒条 并不是这个 约进的毒条 这个时候闪见的比较快 孙奔 一波直接奠定优势 也是找到了比较合适的时机 看看谁的牌 看看司马懿的牌 司马懿有红 但是他没有给卧龙赶 其实他可以使坏给卧龙赶 当然路人吧 他到底什么心态 你也搞不懂 他不过那两张牌是 一张桃园 一张仪在牢 其实对于他来说 他如果活下去 那两张牌的价值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不想用 其实也是能理解的 因为他还是有这么一丢 就有可能能活下去 咱们再看这个下一局 不过上一局 我突然想他上来被9了 所以被被刺9了 所以他选择先9杀 就是怕9杀不中 怎么说呢 都都都可以理解吧 然后咱们看第二局吧 主持人玩意 叫0749 一徐的玩家感觉他录像 这边这个组合都非常不错 理点曹丕 孙权孙笨 我看他选择了什么 主持人在纠结 然而主持人是一股清流 我估计你们选 10个人 有9个人都选理点曹丕 主持人非常的清流 我可能会选孙权 大家也知道 我比较喜欢孙权 但主持人非常的清流 对咱们就不无脑选位 你看每个人懂说着 阿贝特别骚 怎么怎么样 但是到你自己啊 你的身体还是非常诚实的 你自己要去选 好 只是要选一个诸葛亮 保护夫人 夫人很美 其实啊 国战真的 你选什么都无所谓 通常自己打好 打开心 不管这么多 咱们看比赛吧 一个男班A出来 选一个邓爱 一个祝容 然后还没有动 冥王绝杀你 阿伦冥王吧 一顿重铸 气火光 不动 三血不卖的要不要亮 有没有桃子 最重要的是有没有桃子 他就说后面 是后面 不是顺前面吧 前面可能有桃子 对不对 前面人敲整过 他看了5号突然之间跑去 扎2号 这是什么操作啊 难道他们三连位 或者说他们有鼠有队友 还是什么招 一个三血不卖的 还要去这么拉仇恨 也可能有一些位 确实他就不卖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咱们先接着看吧 现在暂时还做不出什么判断 邓爱一发万箭 A出去 砍一刀 感觉应该不是真机 是真机 他不出来 再放男门 一会儿被射死了 大嘟嘟 邓爱并没有想得去杀三血不卖 而准备杀 留得良田在 何仇不破敌 拆了家一马 顺一波 轮了一个红桃 然后把这个柱绒给乐住 在夺视 疯狂少桃子 养好自己的状态 他非常的怕 AOE 怕这个蜀国的AOE 对他们叫大吴国 造成伤害 好 这边 周瑜拿了一张吴忠 把这个吴谢放给了柱绒 难道你自己还有吴谢吗 反正柱绒出来不是对你一顿爆菜吗 桃子吃掉 桃子吃了才踏实 这边吴谢 而且还是个黄雁鹰 这就厉害了 我的哥 他真的有吴谢 反打吴谢 这下悲剧了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周瑜还一顿逼逼 还要嘲讽人家 这什么人啊 素质极差 好 这边咱们又放男门 你先打我们 打我们的人 我们放男门 干你 反正 主龙又不怕 对不对 干这个 踏碎中原大地吧 然后他挂了一个连弩 挂不挂都行吧 我有灯爱 这边这个人是什么操作 去连了一波 然后又去杀这个 周瑜 连了一波 连出个贾许 又去 因为连贾许 是因为贾许之前杀过他 然后杀出个贾许 他又没去杀 外面有毒条 好像有毒菜啊 这个人 这个人呢 这是群吗 对不对 他不可能 要不然他连出个贾许 跑去杀 又去杀周瑜去了 也有可能 有多权 有多权 这些乱武全带走 全滚出 不管咱们肯定不能 对吧 不能杀队友啊 他自己就是独裁了 别装了大蜀 周瑜对大蜀国非常的不满 然而是大群雄 这就尴尬了 一顿劈啦啪啦啪啦的杯哥 在宜在牢 周瑜还是成为了牺牲品 不过这小脆皮 就是 精神的 经常就是在混战中 是最容易成为牺牲品 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好一顿操作 哇塞 还有个张刃 看张刃能不能打死灯岸 打不死灯岸 打不死灯岸 反复他们群群了 这里不要穿心了 不要弹腾的去穿心了 直接杀掉 没杀掉 没杀掉他们要杀 还有群玉啊 群玉补一波 四个田 周瑜你那么开心干什么 跟你有啥子关系啊 对不对 给他吧 给他 他也不会杀猪熔的 对不对 谁占到先机 谁占到先机 谁就剩了 这边三个群熊 他肯定不会杀猪熔的 他肯定先去杀这个群熊 对不对 肯定顺完了也没几张杀 这种情况下 一般对面出完牌 都没几张杀 一张都没有 弹腾的一逼 简直是弹腾的一逼 宝玉也开始爆发 没杀 我也不敢去 反正就是各种虚 主龙直接吃菜了 我的天 好吧 都没杀 吃了个董胖 没杀 三国杀这游戏 好的主龙 看看这个灯案 有没有酒 有没有老酒 老酒一枚 真的有老酒一枚 一股于此 以致四方 黄云英被断了 黄云英被断了 打打看吧 火攻 咱们可能要出来了 因为这个局势很可能搞不定 留得良田在 何仇破敌 他疯狂的去搞这个邓爱 要收人头啊 要做人头狗啊 没必要啊 我觉得 群雄会杀这个邓爱的 群雄能够不杀邓爱吗 我觉得你还是去搞一搞 群雄比较好 说实话 这里没办法 只能亮了 只能能就一个是一个 这里应该 不过亮亮啊 有点不太对啊 应该先亮诸葛亮 关完星 然后在那什么 在龟跳顶 这里要爆发 就只能拿远焦了 周瑜又说群这波攻打的 你管人家 一会儿数如果输了 你又来个数这波攻打的 反正你没赢是吧 反正输的都是打攻是不是 这边是个魏 汪汪汪 还是个boss啊 真机张合 非常的强 居然不杀假许 我也没明白 他为什么不杀假许 然后这边直接砍 怒砍一刀 怒斩雪一掉 然后祝容被砍了 然后很可能要被绑架了 这就非常的尴尬了 主持人表示有暗将 他砍了控不住 但这也很难打 这个假许也不出杀的 你不杀只剩一张合 你不杀他 他就不杀你了 他是boss 这个人杀了你 很可能一打二都有可能 主量给真机控了一堆牌 我觉得并不是很好 这个真机这种牌 非常的凶是不是 不过决斗倒还好了 决斗他只 但他能决斗咱们 决斗不了假许 但是也挺危险的 他收掉假许 他能决斗吕布的 他收一堆牌 所以你还得救一波 不能让他收 他换了个连弩 跑来决斗咱们 所以不能给他这么多 这个洛神牌 好 看一看佳学 寒冰掉他 这个庞德有寒冰键 非常的骚啊 真的是非常的骚啊 这里只能这个 先这个三维一打着看了 给乐住 谁能打我 真机确实很强 他如果真的杀掉假许 他绝对有一为二了 天有不测风云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但兮祸福 回个雪过了 杀就不必要去杀了 再杀就点发仇恨 对不对 反正群雄已经 现在确实是在打他们了 他把乐移走 玩不了了 表示 没牌了吗 真机 真机可能要被穿了 张刃可能要被穿了 不过一会儿 咱们也可能要被穿 穿了 但是咱们还有一个勇决 勇决也是一个非常屌的技能 哇塞 南蛮 南蛮要拿 南蛮要拿 他把那个八卦也拉下了 国差也拉下了 找出真机 你随缘吧 不坑你了 是不是 但是挂了个闪电 我就不懂了 你要批自己吗 不过他其实也有点丧失信心了 杀你们个片甲不留 好的 因为你这边 如果就是说 你把嘲讽转移到自己身上 这个真机就非常容易的赢 好 真机直接逃跑了 玩个锤子 你不玩 自己玩 你看 如果亮过牌 还是非常凶的 南蛮万剑 管师傅加杀 这一波非常的凶 看能不能击杀掉这个贾许 这里个人感觉应该先 出杀好一点 因为这个贾许如果是闪 万一他手电 没看到万师傅的闪了 你再放万剑 是不是可能把他打死 天下本无难事 没收掉这个贾许 铁刀杀真机那就收掉 再见 反正也不回 冠师傅肯定不能给 对不对 非常寂寞 扎了一刀藤甲 有什么用啊 不过咱们可能要被穿了 穿就穿了吧 拿着跳井跟他打 跳井站吕布 也不怕 就肉搏嘛 你看我我看你 你吕布无非也是卡 你还不一定能卡得动 对不对 这个倪夫人又不会断杀 两个人互相砍嘛 砍个痛快 难以苟权于乱世 这里扔牌 然后两个人互相砍 吕布呢 吕布这人又不一定能摸到杀 对不对 哪有那么多杀 这里打错了吧 是不是 应该先用杀的 他勒没有勒 他想压了血线再勒 这也是对的 因为没压血线 勒没啥用 不过这里也没啥牌了 说实话 基本上不会产生气盘 这里直接跳井 回去啊 对了 刚才没有跳井 我讲起来了 刚才还没跳 现在跳了 好 有点溜啊 这里再杀 这里留酒吧 这里他为什么不留酒呢 我很奇怪 他可能就觉得我就 就一张一张杀 我留杀就拿杀干你 但酒直接打两点伤害也不亏啊 不过喝不过酒杀的话要 呃就不能永绝了 但是酒杀可以的什么 你就攒到最后压到一血的时候 干他 对不对 不是压到一血压到两血的时候 干他 好 跳井回了波血也很赚 开始肉搏 进行持续的肉搏 好 杀能拿回来 如果 当然这里打吕布 他就一直没有留闪 其实也可以考虑留一张闪的 因为有八卦阵 有八卦阵 八卦阵叛红的话 你闪是可以挡一点伤害的 对吧 一张杀就够了 所以个人打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当然这个杀还是能拿回来的 就是这样灌 呃 要是一般的武将 你用灌尸斧就灌不起了 对不对 那这边他可以拿回来 所以就是可以灌得起的 这边 利用不断杀的技能 最终还是赢了 所以说张日这武将还是弱 你看这把人穿了 你都打不过一个跳井的 你说弱不弱 就对砍 还砍不过人家 人家不断杀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